OK 那麼現在大家你進來的就有這個頁面 可是有幾個你是不是要先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一般大部分說真的 其實您真的在製作的時候要先稍微思考一下 到底你要放什麼東西啊 要放什麼單元對不對 要不要先稍微思考一下 要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像一般來講 我這個是以一個就是專題的網站來做 那如果說您自己老師的課程 你可以想一下有什麼東西 怎麼樣單元我想要放上去的 那一般來說通常我們網站進來的首頁大概就是最新消息 對不對 所以我目前之前這上面就有先規劃一個最新消息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這樣直接進來 好直接進來 但是我想內容的部分我們待會再調整 我們先看一下版面的部分 版面的剛剛大家是已經會修改這個標題了 好就從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齒輪這個 設定 但是呢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的一些連結 你當然可以自己決定你的 因為有可能老師要放什麼 你的FV對不對 搞不好老師有自己的FV啊 或者你針對色大的FV 那你可以從這邊改 那怎麼改呢 或者我們左手邊這個大頭 應該換成你自己的吧 好當然如果不要也可以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要怎麼改呢 你看一下又一樣在齒輪這裡 你找一個位置 剛剛是用這個 我們現在叫做編輯斜落平台版面配置 這個叫做版面配置 好你看喔 把它點進來 版面配置 好 現在你就可以滑過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滑過去會亮一下 把它按一下 就是在這裡就看到了 這裡就看到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覺得 這個 我想要增加 它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頁面 一個叫網址 頁面的部分是指做 你已經做好的 就是 斜落平台的網頁 好斜落平台網頁 那麼網址的部分 當然就是 你對外的 對外的 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增加的 是從這邊 那我們就從這裡 顯示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 好 那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你在打的時候 前面那個 不要忘記了 這個要講 所以 如果老師 您怕會忘記的 我建議您可以從這邊 您就先找到 您要去的那個網址 比如說 我要去的是這裡 好 我要去這裡 我點到這邊 我這邊就直接複製了 對不對 您把那個網站複製下來 那麼您貼上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連那個一起過來 有沒有發現 前面這裡有沒有 自動就過來了 好 這樣就比較不會忘記 比較不會忘記 那通常大多數情形 我們要去別人那邊嘛 通常是有另開心的視窗 你如果沒有勾起來 表示就是我的協作平台 就換成這個網站了 那它可能就回不來啦 所以通常大多數情形 我們會把這個勾起來 它就會另開視窗 你確定 咦 它就進來了 進來之後 不見得你要排在這個順序對不對 所以您看一下右手邊喔 有沒有 上上下下 還有左左右右 有沒有 什麼叫左左右右 今天 如果我這樣直接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了一個 可是 如果我不希望這樣子 因為空間有限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假設 我們這兩個 我先移上來 這個 我也移上來 好 這個我移到最上面好了 假設我們設大還是在臉東這邊 那這個呢 是屬於它之下的 有沒有 點到它 這也是屬於我們下面的 假設這樣子 你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好 我就 有沒有發現少了 那我先關閉喔 你要看結果 先關閉 滑過去 這樣知道什麼意思了嗎 變成第二層選單 對不對 因為我的空間有限 我不需要那麼多 我就讓它變成第二層 所以你可以發現怎麼做 就是 編輯版面配置之後 點到你要編輯的那個位置 點到它 往內縮就好了 相對做錯就 讓它回來 有沒有 變凸排 它就會回來 好 所以您可以試看看先這邊 那麼左手邊也是一樣喔 你看我們這個 大頭是不是在這裡 欸 看到這個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點熟悉的感覺 因為現在寫mail 是不是都是有一個叫做編輯器 就像這樣 所以如果萬一你要插入的圖片 插入圖片可以從這邊插入 你可以自己上傳自己的 像我這邊是已經有一些檔案了 好 那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把你的照片就傳上來 好 就把它傳上來 那傳上來之後呢 就可以插入進來 或者老師 您想要自己打一個字在這邊也可以 好 如果好了 就OK的 那麼 上面這裡會有講師資料 這個就是它的標題 看到了 每一個區塊都可以設標題 都可以設標題 所以好了之後 你只要按確定 下面這個確定就OK了 記得最後要怎麼樣 關閉 因為你現在是在調整版面 好 做完了 要把它關閉了 才會看到最後的結果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 旁邊這邊待會我們再來講就好了 好 所以您 第一個進來的 您可以從這邊去做 這邊調整一下 還有一個在哪裡 我放在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相關網站 也是一樣的方式 您看哦 從這邊 齒輪進來的 邊級 節奏平臺 好 往下 往下 滑過去 有沒有 滑過去是不是有一個 按一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好 像這些區塊 您都可以從這邊做 萬一不夠的 可以再增加 這裡有一個增加 但是這個我們先暫時不講 好 現在你先學會怎麼改 好 那我把畫面就環一點 從右上角那個齒輪 有一個叫做 編輯 協奏平臺 版面配置